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集说道 灰太狼为了捉羊 决定先对付老羊们 并假扮成小工具 去挑拨各老羊 可是失败后还是心生不愤 究竟灰太狼能否成功捉羊呢 大家立即收看 编分时装秀 下集 成功了 戴上这愤怒领结会变得暴躁 戴上这淘气帽子会想去捣乱 穿上迟缓长袍会变得动作缓慢 灰太狼 你不去抓羊在这里干什么 好漂亮呀 老婆 老婆 这个可不能随便穿在身上的 我就要穿 老公 好看 怎么回事 我的发明真的成功了 你竟然敢用我做实验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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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晚餐太豐盛了 没注明是送给谁的 估计是记错了 辛苦你了 包包大人 好的 我会把盒子放到失误认领处的 我忘了放礼物卡了 幸好我还有预备方案 等着瞧吧 村长 您的包裹 又有包裹 半羊羊 收到我的礼物了吧 花羊羊 礼物原来是你送我的 这是我亲手做的领结 你可一定要戴呀 已经戴上了 戴上就好了 再见 怎么有一股说不出的怒气呀 刀羊 一刀包裹 爷爷 天气转凉了 这是我为您做的帽子 没想到小刀这孩子还真懂事啊 怎么有一种想捣乱的感觉呢 又是之前的包裹 送件人也太糊涂了 好香啊 族长爷爷 我是你的追随者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大明星 竟然是我的追随者 大明星 竟然是我的追随者 看来我又变帅了 计划成功 计划成功 快跑呀 大家不要接近我 我无法控制自己 村长 发生什么事了 大家小心 千万别过来 我们合理支付村长吧 好啊 好啊 上 好啊 上 孩子们 我也不受控制了 我不想捣乱的 啊 啊 啊 为什么 我慢起来了 村长 村长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了 今天的晚餐可是真丰富啊 灰太郎 你敢在我们面前欺负小羊 也好 借着我的怒火 我要教训你 还有我 你怎么了 我也不想 我也不想啊 总之就是动作变慢了 哎呀 我不想捣乱了 哈哈哈 你们三只老羊 就慢慢地玩吧 我要回去弄我的全羊宴了 我的孩子们 哎呀 哎呀 搞什么事了 啊 我们也不知道啊 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 好笨子我 啊 啊 小羊们 被灰太郎抓走了 我好想停下来呀 我 我真的不想再捣乱了 哈哈哈 会不会 是你们身上的这些衣物在做怪呀 对呀 我戴上这颗帽子 就很想捣乱了 对呀 我穿了这袍子就变得动作慢了 我戴上这领结就想发脾气呀 哈哈 让我们给你们换个新装吧 哦 走 向狼宝出发 还有我们 哦 哈哈哈哈 一二三四五 老哥 你这回太棒了 哈哈 哈哈 老婆 只要你开心 我干什么都是值得的 老公 把孩子放了 自己来拿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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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笑了 忘了要经过小衣橱认证了 怪不得会这样 我不是故意的 再见了 老羊 卡纳 是小衣橱 小衣橱认证了 啦啦啦啦 算了 不是吧 老婆 快跑 他们走了 瞧 hhh 嗯 很丟壞 好遠啊 好遠啊 身材好着发生的 好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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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高了 喂 温太郎 我一定会回来的 羊呢 爱不他 珍惜他 团结靠大家 啦啦路啦啦 啦零啦路啦啦 创造他 欣赏他 感觉多美严 转一转一起 风一风 转一转一起 跳蹦蹦 彩虹般的梦 白变小彩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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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彩虹